今天早上8点30分左右 安徽卢江县十大围联河段出现了塌陷近亿险情 白石天河河水正通过缺口涌进围区 围区内的七个村庄将被洪水淹没 那么现场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前方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 腾飞你好 请告诉我们你现在的位置 前方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您刚才提到的 今天早上发生险情的十大围的围堤上 那在我的旁边我们可以看到 距离我大概只有应该只有50米远的位置 就是那个绝口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绝口里边的这个 河水正在汹涌的向围区内涌入 它的这个冲力有多大 我们把镜头缓缓的往右摇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这个河水冲出的这个浪花呀 差不多可以绵延到两三百米之外 那我们远处可以看到的有一些电线杆 现在已经完全被冲歪了 那现在这个河水正在非常汹涌的通过这个绝口 还在向这涌进 我们来到今天早上发生绝口的时候呢 当时这个内外差呢 大概有三米左右 现在啊整个这个围区里的水呢 积水呢应该上涨了至少有一米 一米以上 所以现在我看到的这个河流和围内的这个落差 大概还有一两米的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水流是非常的汹涌 那同时呢 我们还请大家看一个细节 那我们的镜头慢慢往右摇 在这个树的右边 大家能仔细看 如果我们把镜头推进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激流中 有一个挖掘机的上部的这个挖爪的部分 如果我们推的够近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今天早上我们了解到 就是这一处绝口呢 当时发生了险情 险情非常的危险 现场的这个当时是有 一共有七台作业的挖掘机 当时呢 因为这个绝口 在洪水的冲袭之下不断的扩大 先后有五台挖掘机 都掉入到了这个洪水当中 被洪水冲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这个挖掘机是在 我们的这个抢险的为低上 现在的那台挖掘机距离 为低的这个距离 至少有200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也就意味着它已经被洪水 这样一个有几十吨重的一个大型的挖掘机 被洪水已经冲到了200米开外的位置 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现场 现在的洪水呢 在不断的向所在的围区进行涌入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现在在我的这个旁边 我们看到离的最近的这个小的民房 房顶已经快看不到了 我们镜头再慢慢的往左摇 那我们可以注意到 那么现在离我们最近的这栋二层的楼房 它现在一楼的门已经看不到了 意味着它那里的积水呢 现在至少有三米左右 那也就意味着现在整个 我们了解到这个十大围里边 一共是有七个村庄 那平常呢在这里边生活的是有 1.2万的常住人口 那么整个现在这个发生绝口之后呢 意味着这七个村庄很快的 都将会被洪水所淹没 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 好在当地提前进行了群众的转移 大概是从前天开始 就已经对这里边的群众进行了不断的转移 但是目前还不能保证 这个里边还有群众还没有转移出来 所以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 这个在我们的左手边 我们可以注意到 我们已经看到有消防的船只 就在这片区域 他们已经做好准备 待会呢继续进入这个村庄 被淹的村庄 来进行人员的搜救和转移的工作 我们也了解一下 目前整个的这个 现在现场呢第一批已经从各地调集来了 差不多有80艘的船只 正在向这里集结 包含了像消防部队 包括武警的各方面的力量 那我们现在就现场看到的情况来看 应该说这个绝口还在不断的扩大 这个绝口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长度呢 大概是50米左右 比今天早上这个8点多的时候呢 大概已经扩大了30米 而且目前照这个趋势 应该还可能会不断的扩大 那现在我们把镜头往右边摇 我们可以看到 就在我们这边被淹的村庄的上空 有一架警用的直升机正在盘旋 那我们了解到和飞市公安局的特警 也是在了解到这个信息之后呢 第一时间调来了两架的警用直升机 在被淹的围区内进行反复的巡逻 来发现这个被困人员 及时的进行群众的转移 那当然他们还有一个重大的工作 就是来进行这个围内的 这个整个的灾情的一个勘探的工作 那我们了解到这一次的持大围的破围呢 影响的不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离我们很近的这个叫联合村 那它除了是宏大镇下面的七个村庄之外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破围 还会使得这个积水啊不断的蔓延 有可能会有周边的包括郭河镇 还有一个台湾创业产业 台湾创业产业员都可能会受到这次洪水的影响 那所以相关的这个灾情的信息啊 有关部门还在进行积极的统计 那我们了解到因为这个现场的形势非常的紧急 那相关方面呢也在紧急的调用各方面的力量 来这里参与抢险救援 第一时间把我们的受困群众从洪水中解救出来 我们目前现场了解情况就这样 我们也会在现场助手 随时发回最新的报道主播 好的感谢张腾飞从前方带给我们的最新的报道